我這個增叛麵的手中拿了兩套產品給大家 一個是增粉 另一個是增叛麵 味道方面 一個是香蔥椒麻 另外增粉是香菇肉醋 這裡總共有兩套送給大家 其實參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訂閱這個婆婆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在下面留言設定 I like it 就會有機會得到這一份禮品 HELLO 歡迎收看K.O.的阿佬 我是史丹尼 大家如果有留意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在早幾集之前我曾經走到一個叫增叛麵的分享會 也看到增角成本人 而那一天我手上得到兩盒旗艦級的產品 一盒叫增叛麵的旗艦級版本 另外還有一盒是專門裝著增粉 有四款 總共這裏有十款的麵 今集來說我會分開兩天去試 因為我一次過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一定要夠人數才能吃到 所以我每一天只會拍攝三款 總共我會拍攝四款增叛麵 兩款增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今集的節目除了有試吃分享 也會有優惠 還有抽獎王 今次增叛麵的主辦單位 提供了兩套的產品 送給我們的觀眾 每一套的產品都會有增叛麵和增粉 大家可以抽獎拿回家慢慢試一下 抽獎方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訂閱或訂閱這個頻道 而在這個留言裡面輸入I like it 將會有抽獎的機會 而抽獎將會在一個月之後 在這個網站公佈 我都會主動去聯絡大家 所以大家就積極去參與這次的抽獎 現在我們就試吃 我相信大家有聽過水滾茶凌 其實水滾麵都很重要 所以這次就要加多一點點水 我現在手上就有增叛麵的禮盒套裝 我選擇兩款 今次會先試一下 根據資料顯示 在加拿大現在有三款的味道 有麻油焦香 有香蔥焦碼 還有胡麻醬香 這次我就選擇一辣一不辣 而最流行的應該就是麻油焦香 還有這個胡麻醬香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兩款 這個黃金香蒜和黑金芝麻都好像很棒 只是台灣才有 而今次我們會選擇這個 好 試一下這個 麻油焦香 還有這個胡麻醬香 先試一下 除了說它的麵 還有什麼天然生曬之外 一會兒就試一下麵質 看看如何 除了這個麵味道的分別之外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 原來兩款麵的粗幼度 都是完全不同的 讓大家看看 這個就叫做麻油焦香 是比較粗身一點 粗麵條 而另外這個胡麻醬香 是幼身的 我相信它是故意有這個效果 配合醬汁 是最達到最完美的味道 就這樣看看 原來我以為包裝上只是有一點點分別 原來煮法都不同 這一款是麻油焦香 就要800cc的水 他說要加少許鹽 這款胡麻醬香 不用加鹽 而這款只需要4分半小時至5分半小時 因為這款是粗條的 而這款是幼條的 所以時間上有一點點不同 包裝就是這樣 拿出來之後有一個tray 很帥 麵就不要太大力 因為他說是天然生曬 其實很乾 另外還有一包醬 一個麻油的醬 和一個辣油的醬 上次有個介紹 現在我們要準備的東西 就是剪開它 把這兩樣東西先放進碗裡 混合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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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盡量把麵拌均勻 拌均勻 拌均勻 去給你看 不夠吃很多 你要混均勻一點 你不可以馬上就吃 不可以貪快 一定要混均勻 我們現在試這個 是叫做麻油椒香 應該是辣辣的 整包蜜椒又加了 對呀 整包蜜椒又加了 那當然要吃完 一定要吃它的 recipe 才行 試一下 真的很完整 是天然生殺 你看到嗎 這條麵條很漂亮 蛋不蛋 很蛋 不是很蛋 很好吃 很香的麻油味 麵條真的很棒 說是麻油椒香 很爽 它那種麻辣 不是只有辣 是有一點點煙韌 但不是很煙韌 不是很韌 很好吃 很香的麻油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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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說加不足的話 就不好吃了 整包辣醬都加了 如果你加不足 你看看 麵條長得 你公仔麵 你會不會看到這樣的情況 不斷的 不斷的 所以有些人說 可以當成長壽麵吃 現在另外呢 還在煮一個叫做 胡麻醬香 因為胡麻醬香 也是這個 最主要買得最好的一種東西 我們這次就試兩款拌麵 一口米粉 司太趕著出街 沒辦法 我以為自己吃 你試吧 小辣 不是很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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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包你剛才倒的 不止四川那些 完全不是 上次我聽說 是用什麼大紅袍 去拙取焦油出來 胡麻醬香 這個就是胡麻醬 這個就是胡麻醬 胡麻醬 這個一定要混合得很均 嘩 吃不住的 不會很多碎麵 又可以 很花生醬 我知道為什麼它要用油麵 吸到什麼 完全吸光 我拍給大家聽 那碗麵的醬 都可以完全吸光 司太剛才問了我一個問題 他說這包東西 那個卡路里會不會很高呢 首先它的包裝 我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剛才上網找過 因為它不是用油炸 它就是天然曬 所以它只是450卡路里 四川油 450卡路里 因為它 麵本身不是油炸 而 如果你普通有一個公仔麵 如果你韓國那種麵 那是500多卡路里 通常很少是400多卡路里 OK 其實可以接受到 加上辣椒油 也是500多 沒錯 在市面上賣的大包裝 它的包裝面 一定會有寫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現在將會嘗試其中一種蒸粉 這個我手上有四個味道 有紅蔥肉醋 海味喇沙 香菇肉醋 和麻辣肉醋 而根據現在市面賣的東西 就只有紅蔥肉醋 和香菇肉醋 今次我會嘗試一種大路一點 大家現在可以買得到的 就是香菇肉醋 給大家看 跟上次說的一樣 蒸粉的包裝明顯 就好像更加色彩 這裡就有香菇肉醋 蒸粉的特別之處 就是它有兩種食法 一種叫乾粉 一種叫湯粉 其實乾粉也不是太乾 就好像我們香港 好像炆米一樣 那現在我就打開包裝 給大家看一下 這款的粉 它那種跟外面 我們平時看到的米粉是不同 完全不同 我覺得有點像粉絲 但是很幼 現在擦給大家看 看到這款粉呢 跟平時米粉是不同的 很可愛的 而它是偏幼的 這個像不像新竹米粉呢 又不太像 很少可以看到這樣 好像一條絲 一條絲 那樣 阿史太剛剛自己走出街了 那所以呢 我就自己試了 這個香菇肉醋的 蒸粉 有兩包的味道 那這隻呢 就不是拌進去那個碗裡 那它直接呢 是把這個味包 丟到水裡 這個香味也挺香 這樣 就這樣倒出來 這個呢 湯粉的方式去煮 就已經完成了 那你看到這個香菇肉醋就是這樣 但我又見不到 那些什麼肉醋類的東西 不過它就寫明 這個是全素來的 那如果吃素的人士 其實是適合這個 那現在我就要試一下這個湯粉 如果聞到的話 就聞到一點點香菇的味道 肉醋的味道 我沒什麼怎麼聞到 好 放進去 加一點點湯 挺有趣的 我見到它的粉 本身它還沒煮之前 是一餅的 那現在煮完這就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我浪得太多水的關係 淡淡的香菇味 但就不是很重 不知道是不是剛才我吃了 那些針盤麵 我們吃得太濃 應該要吃這個針粉 才再試一下 那兩隻會比較好 如果大家想濃烈一點的味道 可能就吃這個乾的煮法會比較好 如果你想清淡一點 那這個湯粉的煮法 其實都會很適合你們 這個吃法 你不可以就這樣吃麵 你需要連湯 一次過連飯一起吃 那種味道 就令你口腔裡滿足一點 那個肉醋味我又不太覺得 如果下次我們再試其他 紅蔥肉醋 麻辣肉醋 再比較一下 好 這次試這個針盤麵和針粉 就到這裡為止 下一個星期就試其他三款 然後就出一集 和大家一起玩抽獎遊戲 好了又過了一星期了 我這個針盤麵的手中 拿了兩套產品回來給大家 一個就是針粉 另一個就是針盤麵 味道方面 這個就是香蔥椒麻 另外 針粉就是香菇肉醋 這裡總共有兩套送給大家 其實參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在下面留言 寫著我喜歡 那你就會有機會得到 這一份禮品 其實現在在外面買 大概都要二十多元 如果大家中獎後 我會親自寄出 或者直接送去你那裏 到時會在一個月後 就會在網站或者我的Facebook群組 公佈這件事出來給大家 今天會試吃其餘兩款的針盤麵 這兩款是引你的 因為你這裏是沒得買的 今天我們會試這個 黃金香蒜 和黑金芝麻 嘩 好棒 我只聽過名字 這個就等我試 如果這兩款買的話 記得買這兩款 我覺得應該是挺棒的 而針粉方面 今次我會選這個海味辣沙 聽人來說是非常好吃的 我還沒試過 今次跟上次煮飯有點不同 因為上次是有一個湯的形式去煮 但我覺得味道好像差點 好像不夠濃 今次我會用一個比較乾身一點 其實就等於像我們那些蚊米一樣 就有一點水分 不是整整湯的那種 上次吃起來好像不夠味 今次會試一下比較乾身一點 看看味道會如何 今次就選擇這個 金黃香蒜 只是台灣才有的 就是蒜頭與紅蔥的完美組合 另外還有黑金芝麻 待會我們就試一下吧 史太太沒有化妝 所以就說不出現了 今天我自己一個人在煮 煮完之後就等他們過來試 今天 好有趣的 就是這個 黑金芝麻的麵 其實是一樣粗幼的 我看見 但這個只需要煮三分半鐘至四分半鐘 但另外這個 黃金香蒜 這麼有趣 這個就是四分半鐘至五分半鐘 多到一分鐘 足足 好 現在就在煮這個 就是黑芝麻的醬 黑芝麻的醬 就比麻醬 即是白芝麻做的 花生麻醬 就差一點點了 今次就試一下這個 看味道如何 我真的沒試過用黑芝麻去撥麵 黑芝麻醬 你看是全黑的 看我的時間 差不多四分鐘了 可以上架了 這樣攪拌出來 黑芝麻味很出色 好像是麥魚麵 很香 什麼時候加拿大都買了 好 現在煮這個 黃金香蒜 如果有看我的Facebook的人 都知道我上機 剛好又壞了 所以 這次第二次的試吃 全部都是以手機拍的 好 現在就煮這個 黃金香蒜 我很喜歡蒜頭的東西 現在就試一下 看看這個味道香不香 好 接著就是海味喇沙 海味喇沙 上次呢 就煮了一個湯粉的煮法 今次呢 就煮一個乾粉的煮法 乾粉的煮法呢 就是連這個 湯粉啊 湯料醬料 全部都倒進去 海味喇沙醬 剛才那個粉原來是椰汁來的 好香啊 超香去形容這個 好 現在放這個真粉 好 搞定 好了 一次我煮了三樣 這個就是真粉 這個就是海味喇沙 接著有兩個拌麵 這個就是黑金芝麻 還有這個 金黃香蒜 這兩款呢 就說台灣才有的 這裡加拿大沒有的 這個海味喇沙 外面是有賣的 史塔又都想翻鏡 剛才他說化妝先 剛才本身還沒化妝 我現在化妝先出來 好 現在我們先試 那試哪樣呢 如果說味道 這會不會濃一點 我覺得黑金芝麻先 因為剛才黑金芝麻 是很濃 味道沒有濃 這個出一點 這個黃金香蒜是出很多的 因為原料 因為原料不多 它不可以很大量去生產 所以只能夠在台灣才有 沒有那麼香 不是 也不錯 聞到有芝麻 淡一點 淡一點 它沒有那些 很濃 沒有上次那些那麼濃 可能因為我吃慣濃的 這個呢 所以剛才說 如果化妝太濃 黑金芝麻是不錯的 麵質一向都不錯 很舒服 對 其實這兩隻麵 你覺不覺得是一樣粗 三分半鐘 原來這隻有些 但我剛才看不出來 這個要四分半鐘 這個要三分半鐘 這個要三分半鐘 不是 現在試這個 黃金香蒜 剛才一點都不辣 沒有 沒有 黑金芝麻不辣 適合小朋友吃的 金黃香蒜才有 油份重 沒錯 剛才是有蒜油的 我經常拌亂了什麼 印尼拌麵 是黃金香蒜還是金黃香蒜 我經常拌亂了 很香 香味有很多 當然 蒜頭 原來真的粗一點 難怪它要長一點的時間 好像印尼米 有點像 質感不像 味道有點像 因為都是炸蒜頭 好 接下來我們試這個 這個叫做 海味辣沙 你剛才聞我 這個很香 很香 但沒有湯 因為它有兩種煮法 一種叫乾粉 一種叫湯粉 湯粉我上次錄了 好像蒙米很夠味道 450cc比一般食物的菜 大辣的 要我講明一下 好香 這個加拿大人也會買的 以我所知加拿大人也會買的 都可以去到網站上買 好香 好吃 這個很好味 這兩個都很濃 這兩個都很喜歡 這個反而鹹一點 乾一點 黑芝麻如果想要 淋口一點 沒那麼濃的話 黑芝麻是OK的 而這個 海味辣沙 只是聞都贏了 哈哈 但是吃的要小心一點 我現在白色衣服 有點害怕 嗯 這個酥脆的汁很香 很好吃 如果喜歡吃米粉類 這個很棒 因為你喜歡吃辣沙 這個一定是魚米 如果我不敢自己吃肉 我自己吃了一定會被人罵 所以 很好吃 黑芝麻 哇 很好吃 想不到今天我自己 如果我要選擇的話 我只是說這次先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會喜歡冰沙 但還是麵和粉不同 還是辣沙 味道的辣沙 真的贏了 但如果麵類 半面 有些人喜歡吃黑芝麻 但我也是香蒜 最安全的 香蒜沒那麼濃口 這個很乾 好 今天試吃就到這裡為止 現在我們繼續吃麵 不說太多了 記得參加抽獎的活動 大家 哈哈哈哈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可以按LIKE 如果想分享一下 你對這個真伴麵 有什麼吃法 看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言 就這樣 拜拜 請示範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